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2024年7月12号,星期五 这几天媒体关注的焦点 当然仍然是油罐车混用 以及魏凤河涉嫌忠诚诗节落马的问题 昨天我们简单聊聊聊 今天我们再根据最新的信息 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 以及对某些细节做进一步的阐述 关于诗节,这个词有一个老观众 我的一个老领导还问我 啥叫诗节?难道就是叛国吗? 我想和叛国肯定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又没有用叛国这个词 为什么?叛国是在刑事犯罪里面 明文规定的一个罪行 诗节不是 为了搞清楚诗节和叛国到底有啥区别 我被迫去问了ChatGBT 什么叫诗节? 而且中文已经被严重污染了 我必须问英文到底啥意思? 那叛国在英文里面当然就是treason 叛国 那在诗节的这个事情上 到底什么是诗节呢? 英文里面说了 叫loss of moral integrity 就是你在道德操守方面有缺失了 涉及具体的语境的话 还可以翻译成叫compromise of honor 你的荣誉打折扣了 或者叫loss of virtue 你的美德有损了 所以你看我们根据英文就能够直接推断出来 所谓的诗节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它是一个个人道德操守的问题 那这一点在将来移交司法接官 比如说军队自己有自己一整套的司法系统 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做实了 成为叛国 或者是在将来的刑事判决里面 不提叛国或者诗节这回事了 那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这个纪委方面 这个发言之模糊 和法律之间的这个界限不清 也让我们解读起这个事情来 充满了挑战 但是在这之前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让我们感觉仍然是有迹可循 为什么呢? 那就是中共的战略力量 尤其是核力量 导弹航天国防科工委这些部门 特别是火箭军 全部都已经塌方了 整个中共军方的最高层 最核心的这些部门 全部被美国掌握了 如果你对此还有怀疑的话 那证明第一 你可能对实施政治 特别是中美之间这些事情不了解 另外你是我们节目的新观众 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 你就会知道 在去年某个时间 美国的军方的一个网站 早已经把中国火箭军 在全国的部署给登出来了 详细到了什么程度 军队的番号 部队的配置 甚至连养狗的狗舍 舍在哪里 有多少人吃什么饲料 美国人都一清二楚 所以当时有人看到这篇文章 还冒充内行 说没关系 这些东西通过卫星 通过什么东西都可能搞到 拜托 搞不到 美方的情报机构 美方的 特别是军方的情报机构 他们在这方面 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哪里来的消息 肯定是军队内部来的 那从这个角度讲 魏凤和也好 李尚福也好 甚至 魏凤和的两位寄政者 就是火箭军的司令 周雅宁和李尹超 纷纷落马 都和去年美国亮剑 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里面的责任 一时又难以理清 到底是涉及了刑事犯罪 叛国 还是个人操守方面有问题 被敌人抓住了把柄 目前中央的定性是后者 所以我认为 在中国的国防部长头上 用失节这个词 这个想象的空间就太大了 很可能没有什么事 就像我昨天说的 就跟中共的 公安部的副部长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孟宏伟一样 你真想弄他 有些事就是个事 比如说你出去喝个闲酒 和老部下聚个会 老部下发牢骚 而且可能指名刀性 说了习主席 你现场反应 态度不鲜明 这就是重大的问题 特别如果你本身 不是他这个派系里面 不是习主席亲自提拔的 那你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而且孟宏伟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你万一不忠诚 如果你也失了劫 你可能会在国际场合 以及我们的刀把子 和国外的刀把子 对接的这个机制里面 造成潜在的影响 甚至是重大的隐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在涉外的情况下 不忠诚 失劫 才会让中央下重手 你看这个 威凤和和孟宏伟 都是这么 其中一个原因 我认为就是这种背景下 发生的 那习主席没闲着 继续提拔自己心仪的高级将领 这两天怎么样 7月9号 习主席亲自出席 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 何鸿军 晋升上将军衔的仪式 这个仪式是在北京八一楼大楼举行的 习主席亲自向他授贤 并且向他表示了祝贺 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 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 军委副主席何伟东 主持了进贤仪式 出席的还有谁 中央军委的委员 刘震丽 苗华 张生民 等等 这次习主席又亲自出席了 你看何鸿军晋升上将 上一次他亲自专门搞的一个是谁 上次专门搞的就是给老魏 魏凤和 那这次你看他又出席了 所以给人感觉 习主席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 或者说也不能怪习主席 人家能当上上将 能当上军委的委员 他必须按照军队内部的这个潜规则和民规则 他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 他不按照这个规则来 他就根本 直接当几年义务兵退休了 退伍了 怎么可能还升上这么高的高位 所以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问题 那只不过这些人啊 在关键的时刻 在忠诚方面 诗节方面 又引起了重大的隐患 特别是当美国人介入 而且美国人啊 煽风点火 预盖弥彰 炒船接舰 这些玩的都挺高 就在自己的军队网站上 把火箭军队秘密公布出来 就引起了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 那现在啊 军队是不是习主席真的掌握了呢 那也难说 也难说 那习主席对军队 前朝的遗老遗少 清洗已经超过十年了 遗老遗少是谁 江泽民胡锦涛啊 这些人 当年他们江湖提拔的上将中将 都收拾了个七七八八 现在剩下来 还在军委掌实权 做高位的 就是何卫东 苗华 这个福建邦 还有就是彭丽媛举荐 通过夫人引荐的山东邦 包括新任的这个董军啊 还有习近平通过自己父辈的关系 张又霞培植的陕西邦 所以现在中央军委啊 三大帮 福建帮 山东帮和陕西帮 问题的关键是 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 苗华这些人啊 基本上都是 要么就是江泽民提拔的 要么就是胡锦涛提供的 比如说 苗华就早于何卫东 2001年就被江泽民提拔为少将 那何卫东啊 是胡锦涛时期2008年提的少将 因为啊履历很平庸 也没什么特别亮眼的业绩 2013年何卫东就从大军区啊 转到了省军区任司令员啊 习近平军改的时候 又把他 何卫东 从上海警备区调到了西部战区 担任副司令员兼陆军司令 2017年才晋升中将 两年以后 2019年才成为了少将上将 那所以你看苗华何卫东啊 这个也都是前朝的人 何卫东当然在习主席底下 升得比较快 但他们之间个人的关系啊 也谈不上有多深 据媒体人这个蔡神坤先生 在推出上透露 习主席和何卫东苗华啊 基本上是九桌上认识的 因为他在福建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甚至在厦门的时候 和军界有一定的交往 职务上也有一定的交叉 所以他认识了这拨人 但是了解不深 也就是九桌上谈的比较好啊 用人实在是军中无人啊 这导致了习主席啊 在提拔军队这些干部的时候 也是啊 升一脚前一脚啊 以为没问题 你看魏凤和他亲自受军 也出问题了啊 那现在新提的这个何红军 主要啊 是负责军队的组织体系 就是提拔干部的 这个旗啊 走的还是非常妙的啊 那何红军掌控了军队内部提拔 就像党组织里边的这个 总统不一样 那确保上来的人啊 对习主席要忠心耿耿啊 对他的指令 对他的这个方向 要坚定不移 在个人方面 再也不能出现 忠诚失节的这个状况啊 那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啊 很难说啊 不过何红军啊 年龄有优势 有优势 六十出头 对吧 所以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能够来细化 执行 习主席的这些决策 另外这个油罐车 工业用油和实用油混装 这个事情啊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果不其然 就在我们昨天这个节目 分析了一个新的角度 什么呢 就是北京新京报 作为北京市委主管的报纸 而且是首家 中国两个国家级的媒体 南方日报和光明日报 联合创办的大型跨地区的 这种传媒集团 这个情况下 他们能屡屡在 严防死守的 中国环境体系里面 新闻体系里面 能够撕出一些缺口 这里面 不只是新闻专业主义在其作用 还有很多的 贪婪普禅黄雀在后 还有很多的派系斗争 乃至新生代的一些力量 和盘踞在权力核心的那些老力量 进行斗法的这些因素 现在的 中情报的 这个新京报的党委书记 兼社长刘军胜 也是一个少壮派 原来还曾经跟着这个成年元 干了七年的秘书 成年元后来的仕途 就赶然而止 就没了 他们新京报 也不是第一次出事 当年 北京市委就勒令 新京报转载 对南方报系 进行污蔑 谴责 和攻击的一些评论文章 新京报就顶着不登 比中央规定的时间 晚了24小时 当时在我们这个媒体圈子 他就觉得新京报 真不简单 有胆 再到后来 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那个著名的媒体人 那个戴字庚 对吧 新京报的戴字庚 后来判刑了 因为啥 因为他和吴小辉的关系不错 那很多事情上 既有个人的一些勾连 又有在媒体上 用自己的媒体 为某些势力 进行平衡和操作的这个嫌疑 所以新京报啊 真是个异类 在天字脚下 他就好多事 他就跟中央不一致 这一次在三中全会 就要召开的档口 又捅出来了食品安全问题 那更关键的是啊 就像我昨天节目说的 他给这些中国的普通大众和精英 在这一点上 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和一致 什么呢 就是原来你现在这个新潮啊 习主席领导这个新政 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的思考主义思想 原来和原来也差不多 因为这些年我给大家列了个表 你看看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 食品安全问题啊 他就没停过 而且 越演越烈 当年最严重的是什么 三龙奶粉 那时候是2008年是吧 你怪当时这些人啊 九龙治水 什么这个党不管党啊 党组织换散啊 纪律不原名等等等等 但怎么到你这了 还这个样啊 啊对吧 你当年有多少事件 毒奶粉 地沟油 假羊肉啊 毒生姜啊 染色的这个其成等等等等 当年 在2013年 习主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两天又被翻了出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我们党在中国执政 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 还长期做不好的话 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那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啊 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下最大力气抓好 你看说的说的都挺好听的 连背点符号都充满了伪光症 但问题的关键是 有人留言说了 你老人家都已经 连任 都已经要干三届了 15年都是你的了 怎么食品安全还没做好 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要涉及 够不够格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问题 它是严重就在这儿 所以啊 新京报统治这个事情呢 它的背景啊 背后的这个各种力量 博弈和勾连 那是很深的啊 所以中共的最高层啊 有些事情呢 真的是啊 操蛋的事情啊 这个很专业 专业的事情很操蛋啊 今天就体现出来了 操蛋的事情很专业 这个特典来了 因为什么 这个事情啊 中央调查组还没出结果呢 他们就开始动手 先去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啊 调查油罐车事件的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现在据传已经失联了 咱必须得说据传这个词 因为咱啊 没有这个能力 跟新京报做核实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韩福涛的微博微信 都已经被封号了 另外 在互联网上发布 货车运行轨迹的这个APP 叫发货帮 他的货车轨迹查询功能 也被突然下架了啊 那这个事情其实辟谣很简单 那就是韩福涛 你在微博上再说两句 不就得了吗 哎 他不说啊 是他不愿意说 还是已经无法再说 这一点恐怕熟悉中国正风民情的人啊 都已经心领神会特别的清楚 那另外要有消息传出来啊 我们管报社管宣传媒体 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啊 中宣部没时间一个报纸一个报纸 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看 他最接的直接的办法 就是管干部啊 管干部 这个据传啊 今天上午就昨天上午了 北京市委宣传部啊 派人来到了新京报宣布 来两个人分别担任党委副书记 兼副社长和纪委书记 那这个消息啊 已经得到了新京报内部人员的确认 但是没有人敢于评论 派来两人和报社所有的管理人员 都见了面啊 这一次啊 新京报这个这个这次啊 是北京市委第一次大规模 直接派人进入啊 直接说白了 就是接管了啊 接管了 而且这里面有个职务 非常敏感 北京市新京报的纪委书记 是上面直接派来的 为什么弄纪委书记来 就是你报社的高层 谁不服啊 我就查你纪委书记吗 手里有资源有干货啊 谁不服 立马整你难看 所以现在新京报的整肃 已经开始啊 这个事情啊 不管将来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结论如何 恐怕将来只能参考新华社人民日报 这些通稿才能作为了解这个事情的来源啊 那很遗憾 这个事情最后的结局啊 和当年的三具清安奶粉 可能会差不多 就是谁也不敢聊 谁也不敢问 更没有人啊 敢维权 所以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是奇葩啊 特别的没有出息 特别的奇葩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啊 他们第一 第一这个这个这个念头啊 冲动啊 是他们赶紧到香港 澳门买油啊 反正我只要能吃上放心油 别的我就不管了 那这个事情在别的国家 要做什么 要做集体诉讼啊 collective lawsuit 大家团结起来告他啊 对不对 那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法案 成为案例 永远的历史留在历史里面 留在法律体系里面 造福将来的千千万万代 但中国人不这样啊 中国人不这样 说这个事 首先想的是 他妈我先先换油 我先赶紧吃放心油 别人怎么样 我不管啊 那实际上你中国的消费者 这种心态 你和那些拉着油罐车 卸完煤油 不清洗就装 水母油 豆油的那些司机 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那些人他想的也是 只要我他妈赚钱 只要我能从内地回港口的时候 我不空车拉回去 我哪管你们死活 所以你看 整个社会的 从个人来讲原子化 从社会的群体来讲 他都是个人自杀 没你前选 不管他人晚上装 根本就不管这个事情的 公共意义在哪里 在这个公共意义里面 我个人能起到什么作用 他没人想 从害人者到受害者 都是这个德行 那这就导致了什么 这就导致了 这种恶性事件 是层出不穷 你想躲 你也是躲不过去的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诅咒 和悖论 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一不六神 聊二十分钟了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三轮全会马上就要开了 我建议大家 不要让油管车事件冷下来 拼拼的吵 有更多的信息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或者在推特上给我留言 有些信息 我们经过核实 发现如果真实性基本靠谱的话 我们也会引用精彩的留言 我们也会拿过来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 欢迎点赞 下期节目再见